当初看《逆天至尊》的时候 这男主角谭云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狠人 面对那些坏人从来不心慈手软 能干掉绝对不留活口 一路上对那些坏人杀杀杀呀 看他报仇血痕当真痛快 但是呢他想要最终逆天成功 只靠一个人肯定不行的 最近更新的动画里 咱们看到谭云靠着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一句一步不迈何以逆天 当真是看着人热血沸腾啊 咱们可以看到谭云在单道一脉 已经通过不屈不饶 绝不轻言放弃这一点 让主意师兄弟师姐师妹 还有中门长辈对他观目相看了 大家认可他的实力 更加认可他的心态 按照这样的发展 我觉得这一世的谭云是肯定可以立天的 最主要的不是他自己能力强大 恢复修为 更重要的是他收获了无数的盟友和助手 除了那些娇弟弟的妹子们 他还可以得到中门里人们的帮助 到时候再去面临那些坏人们的时候 他就不再是一个人 而是拥有着千均万满的协助 并最终立天成功 而现在这样 靠着自己的所作所为 得到大家认可 只是第一步 后面慢慢发展自己的势力 并将其壮大 才是值得期待的后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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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人们的延期权